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然后患者一进来就跟走进男厕所一样 吓坏了 诶 医院怎么会有男的妇产科医生 妇产科医生不应该都是女的吗 我导师也是行业巨播了 这是泰斗级的人物 她也整天被退号 这段能不能播 我感觉其实是女性本身 可能并不是特别介意找男医生看病 如果她介意的话多半是她的家属 而且这种情况多半又是她的丈夫 在网上也被别人问过 有男性来问我了 她说她太太去医院看病 是个男医生看的 然后她很痛苦 用她当时的话 就是说我太太脏了 被别人看了 甚至会反过来说说 你每天看那么多女性 你不会愧疚吗 你不会痛苦吗 相当于说是你怎么讲 用眼睛侵占了别人的资产 确实有很多男性是这样的 有一些了 比较很多 这样很多 可能放到网上就被喷死了 有一些了 有一些会这样认为 21世纪了 还遇到这样传统的丈夫的话 我觉得你还是要慎重地考虑一下 这个丈夫该不该 值得你跟他往后一生 继续走下去了 哇 有人说你学妇产科是心理变态吗 看得像吗 当然不是 其实我学妇产科 是有一个非常实际的考量 上医学院之前我就听说 男妇产科医生特别好找工作 然后说到这个 还有一个特别好笑的事情 我考研的时候就报的是 妇产科专业 隔壁的情室的一个男同学 他当时还笑我说 你一个大男人居然报到妇产科呀 说是啊 不是方便后面好找工作呀 那也不能报妇产科呀 你应该报爷们儿的科室 我说什么叫爷们儿的科室 会报骨科呀 我还是说我只是想学这件事 我对那些疾病感兴趣 我对那些诊疗方法感兴趣 像其他科老年科和肿瘤科看到的更是沮丧的心理 但是在妇产科不一样 她应接新生命 对于一个家庭 对于一个母亲来说 更多的是幸福感 作为一个妇产科男医生 心里会觉得自己是变态吗 我觉得更多的是跟家属 还有孕妈一样 会得到更多的幸福的感觉 下一题 检查患者身体时会有生理冲动吗 还是把我们当作一块肉 这也是大家问的比较多的问题 我自己是觉得不会有 我们并不是第一天上临床 第一天看见人体 但是我会有心理的冲动 这种冲动是什么 怎么能让患者跟我们更好的一起去面对疾病 一起解决疾病 然后把患者身体当作一块肉 我个人不这么觉得 虽然我们人从生理意义上来讲 是一块肉 但是他是一个有感情 有感觉 有血有肉的一个具体的人 患者去看妇产科 尤其碰到男医生 就会把自己一瞬间说 我就是一块肉 安慰我自己 我就是一块肉 在医生眼里什么都不是 不是的 你在医生眼里就是一个具体的人 你跟医生是伙伴 是战友 是一起要解决疾病这个问题的人 如果七大姑八大姨来做检查 我会尴尬吗 这个问这个问题 我想想啊 我理解一下初题人的心理 把这个简单标题就吓着 说给妈妈做检查 因为别说七大姑八大姨了 就是我的同学啊 或者朋友来找我做检查 我都会避而远之 帮他们找个医生 然后再帮他们看 因为这个确实 我自己心里也走不过这一个卡 我是不会感到 我不确定他们感不感到 再一个就是 我就怕万一 如果到时候真的查出一些不是特别好的情况 我有没有勇气自己作为医生 在医生的角度来跟他们讲这件事情 多少 因为有这个亲情关系在的话 还是多少会有些影响的 毕竟都是普通人嘛 哦 来了 妇产科医生做久了 会不会对性生活失去兴趣 答案是不会 失去兴趣 怎么讲呢 我现在是没多大兴趣了 有可能是年龄大了 激素水平也下滑了 就像以前电影里 还是那个电影里 有个台词 就是那个事那么有意思吗 那个朋友问的也就是 你还行不行 但是这个能不能播呢 如果银行的职员 天天数钱数钞票 你觉得你会对钱失去兴趣了吗 我觉得应该不会吧 向银行的工作人员道歉 有可能也有不爱的 女友妻子怎么看待你的职业 我跟我老婆干处对价的时候 他其实每天都会问我 你天天见到这些女性患者的时候 你还会想到我吗 他就觉得是一个普通工作了 没有什么多复杂的 甚至我的爱今天来 我说今天人家要采访 就是知识采访那个职业 他说这职业有什么可采访的 大家知识 心里会给见到的乳房应到排名吗 女友妻子排第几 这个问题能过吗 我不知道这个问题 如果有人会关心这个问题的话 首先是他可能默认了 是有一套标准的 但这个标准其实是不是带有一些凝视 恶臭或者说一些主观的判断 我不好去评价 我只是说在我们的眼里 我们只判断他是否健康 这个问题不会冒犯到我 反而会冒犯到前女友 或者现在的妻子 这个排名 首先来说我就觉得很莫名 对于一个人来说 每一个人都是独特的 怎么可能去做排名 我觉得这是当下的一种思潮吧 就是喜欢搞排名 不管什么都喜欢搞排名 什么Top 2 Top 10 我们不应该把关注点 放在这种身体焦虑上 不应该再进一步地 助长这件事情 从事这个职业最困难的是什么 你后悔过吗 哪个职业呢 我的现在是哪个职业啊 是科普吗 还是妇产科医生呢 要是说现在女性 用科普这件事的话 这个职业最大的困难是 有那么两种声音 我印象比较深刻 有一种声音就是 你一个男的为什么老去帮女的 这是很多男性有时候会问的问题 他会觉得说 他把我当作同类 他会认为我们都是男的 你应该替男的说话 只是因为性别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就说 你不要把我当男的 我不是男的 我不是人好不好 你不要 我甚至连人都不是好不好 我们只是关注知识点就好 甚至有人会说 就有一次啊 在网友就评论说 说老六 你在用事实讨好女性 这句话我这愣了好长时间 我说这个逻辑 我在用事实讨好女性 事实就是事实 我们要尽可能勇敢地去面对事实 而不是把事实推向左边或右边 然后我后悔过嘛 这有什么可后悔的 做任何职业都有困难 难道人不就是因为有困难 才有往前冲的勇气吗 对不对 做一个治疗大姨妈的男人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工作 我从来没有后悔过 我都忘了这个问题了 没有后悔过 我都忘了这个事了 没有后悔过 因为我觉得当医生 是很幸福的一件事情 特别是从育妈 还是个大肚子的时候 然后把这个小孩 接生出来 然后迎接这个新生命 再慢慢地看着这个新生命组撞成长 然后有一天你在路上遇到这个小孩的时候 你会觉得 哇 很神奇啊 会感觉到生命的力量 而不是说医学的力量 如果不做妇产科医生 你会选择怎样的职业 这个事情说实话 我还没想过 我感觉我这辈子应该就是吃女人饭的人 你如果让我现在现想的话 我想了想我可能会去做入恋师 我觉得我下面不是说我更喜欢和人交流吗 虽然那个时候不能和他直接交流了 但是我觉得在那种状态下 我可能会望着他紧紧地想一想 他这一生经历了什么 如果不让我搞临床的妇产科医生的话 我觉得我会去做一个科普的医生 因为治病救人固然重要 但我觉得预防科普更重要 个人理解来 医生是一个很被动的职业 就是通常都是患者得了病 已经很严重了 需要治疗 需要手术了 才到医院来 但之前有无数多个环节 可以避免这个疾病的发生 是有机会让他不那么严重 有机会让他很好的处理的 关于人流这一方面 我在做门诊的时候 其实每天每天都有很多 年轻的女性过来做人流 有的人甚至会过来做人流 做过五六次 人流做多了 后面会导致不愈 子宫内膜越来越薄 然后不愈啊 肱腔粘粘啊 等等等等 对于一个女性的伤害 身心伤害都是巨大的 所以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 应该是性的科普 有时候我们说 这些都是性教育缺失 然后呢 整个这些事情都贴上了 性教育缺失的标签 然后呢 我们做什么了 对吧 还有广阔的人认为 人流就是避免手段 上午做了下午就能上班 大街小巷都是那些广告的时候 他们就误以为 哦 怀孕了不要紧啊 做人流就好 所以可能关于爱与被爱的教育 关于生命的教育 关于自己身体的一些教育 缺乏的情况下 紧就科普疾病这件事情 背水车心啊 男性当妇产科医医生 有什么好处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 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好处的事 就你不管是当医生还一座科普 每天见到这么多女性患者的故事 会不会对女性的属性 有更多的了解吗 我很抱歉 我不能把这个定义为 它是一个好处 好像说我只能通过这个职业 也只有这个职业 才能得到这样的认知 不是不是不是 你可以有无数种途径 来了解认识到女性当下的处境 只不过在我这块 是通过妇产科 但是我作为一个窗口了解到了 我老婆现在正好怀孕了 每次像产检啊 我看到电视里 比如说摸摸摸警察 然后他妻子就产检都不能陪她 我觉得妇产科男医生 最好的好处就是 能够陪我的妻子 从她怀孕 然后整个疫区的产检 到她生产 我都能够陪伴她 我觉得这是最大的好处 懂了吧 这些感受我觉得层层递进吧 层层递进 但是我都还hold得住 我还hold得住 对 你一个月拿多少钱 感谢大家 感谢大家